一篇题为美国教授写给被开除的中国留学生的信的文章 近日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和网络上被大量转发 据媒体报道 这篇文章为美国某大学的一名华人教授所作 作者在文中对这名被开除的中国学生说 我不该录取你 这位教授为何发出这样的感慨 是什么原因让这位教授对这名学生彻底的失望 出国留学现在又是否变成了一门生意呢 我们今天就这一话题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加入我们的节目 为我们带来详细的分析 马昭教授是通过skype视频连线加入我们的节目 马昭教授您好 主持人你好 是我们看到这篇文章 它是这个作者是非常的这个直接啊 指出这名中国留学生对一些事情不懂装懂 做学问这个投机取巧 最严重的甚至是这个存在抄袭的情况 而且还试图说服教授承认他没有在抄袭啊 但是我们看这其实好像看上去只是这个教授 他在对这名学生一个语重心长的教导 那您认为为什么这封公开信会在中国的这个社交媒体上 被大量的转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呢 确实这封信呢在中国媒体上引发了很多的关注 我想呢可能有几个原因吧 首先一个原因呢是目前来说留学生的群体是比较庞大的 根据美国教育协会发表的这个研究报告呢 中国现在在美国留学生呢总数是33万多人 而且中国教育部自己的统计呢也表明了 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呢是54万人 所以这样呢你可以看到留学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不是一个小问题 它涉及到很多的学生很多的家庭 那么自然呢也就引起了媒体对他的这个重视 另外一个呢是出国留学呢 现在有很多的意外事故或者些丑闻 那么他们呢从来都能够引起媒体关注的焦点 前一段时间呢就比如说这个伊利诺伊大学 访学的这个北大交换生失踪的事件 那么像这样的事情呢 应该说呢都是媒体关注的一些方向吧 可能还有最后一个原因呢 就是说这次问题呢不是媒体最先披露的 而是呢我们所说这个任教的这位教授 他的导师给他这个学生呢写了一封公开信 那么这种公开信的形式呢 也加重了大家的好奇心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这个这封信的引起了很多媒体的关注 是的 那我们知道这个作者在信中是直言不讳的指出 这名学生存在的诸多问题啊 但是最严重的他提到就是这个抄袭的问题 作者在信中也提到曾经这个多次想挽救这名学生 但该生一直坚称自己没有抄袭 那么根据美国的这个留学服务机构 后人教育发布的2016年 留美中国学生现状白皮书中所做的不安全统计 超过三成被美国高校劝退的中国学生 都是因为学术不诚信 那么学术不诚信已经成为了中国留美学生 被劝退的第二大原因 仅次于这个学术表现不合格 那么以您的这个观察 学术不诚信现象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中 真的有这个报告里说的这么严重吗 我们说学术诚信的这个问题确实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的 虽然我们说不诚信的学生肯定不是整个中国留学生群体中的绝大多数 但是我们说去年你比如说去年整个在美国留学是33万中国留学生 那么其中有8000多名中国留学生的未能够按计划的完成学业 所以我们说诚信问题还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虽然它不能够说是代表所有的留学生 这里面要说的诚信其实包括很多方面 那么本科生和研究生也不太一样 我们说本科生的这个所谓诚信的主要包括像什么申请资料要真实 考试不能作弊 按时到课是这些问题 研究生就是这次信中这个公开信中所披露出来的 那么研究生他们的这个学术思想和人生都更加成熟一些 所以他们暴露出的诚信问题和本科生不太一样 这次主要的问题体现的是你比如说是学术研究的能力问题 和这个能不能够适应美国的学校和学术学科的这个要求的适应能力 以及能不能够按照导师 按照院系 按照这个自己的这个学科 这些固有的要求来完成学业 特别是在出现问题的时候能不能和老师及时沟通解决这些问题 而且遵从老师的建议来把自己的这些问题尽量的避免 这个是这个公开信所针对的主要问题 这个我们说虽然这个学生最后是以被开除而结束 那么这个例子本身是相对极端一些 但是这个其中反映出的问题还是有很大的存在性的 那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院校对于学术抄袭作弊这种行为的处理是非常严肃的 作弊的学生很可能就会因此失去就学的资格 那您认为在这么大的这种风险之下 为什么还有一些留学生愿意这个铤而走险 或者说您认为导致一些留学生学术不成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我想首先说诚信问题是很多因素造成的 这个学生的具体情况我们也不太了解 从目前这个公开信内容和我个人的一些教学经验中来看 我觉得有以下一些因素导致了这个问题的出现 首先应该说可能是他的英语问题 也就是说留学生在美国工作和学习他用的是外语 那么他语言能力有限 所以有的时候他可能是喜欢比较借用那些比较好的英语的语句 来表达自己要表达的内容 但他没有意识到你这种如果不加引号的借用 实际上就是抄袭的一个反应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说这个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的 中美之间也不太一样 在国内的大学有些时候在像这个论文引用 像注视这些方面 他可能没有美国大学做的那么严谨 那么我们也说有的时候 国内的这个所谓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也不是很强 这就包括学生可能在引用别人的文章 引用观点的时候 不注意要把这个作者要写进去 所以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学生 他可能不是有意的违规 而只是他不懂规矩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是这个学生的适应能力了 那么进入美国的科研体系学习和工作 那么应该说学生要主动的了解 这个美国体系的它的行业规范要注意观察 要注意这个学习 这个学校 这个学业和这个学科是怎么样建构起来的 那么要知道自己有什么不足加以改进 看来这个学生目前来说 在这些方面都做的是有偏差的 所以这几个加到一起 是这个公开信中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 是的 那我们还注意到这个信中还写到 你失败的原因 有些是你自己的责任 有些是把你交成这种样子的教育模式 和社会环境的责任 那么有些是我的责任 也就是这个作者本人的责任 那您认为这个教育模式和社会环境 应该对这名学生被开除负有责任吗 作者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我觉得作者这么说倒还真不是小题大做 作者在这个文章中提到的 所谓社会环境是有几个含义的 一个含义就是说 是这个学生本身成长的 国内的中国的教育环境 那么我们说其实现在对于中国国内的教育 科研环境的批评还是很多的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不展开的详细说了 那么归纳起来 国内的一些问题就体现在包括 比如说智学比较浮躁 那么行政对学校的干预 学术有一些所谓叫做小圈子化 就是说一些比较能够活动的 活跃的教授掌握了更多的学术资源 那么这个资源不是很开放 不能够容纳更多的参与者 那么比起出国留学的本科阶段的学生来说 出国攻读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生 他们多多少少都是在国内的这个学术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因此多多少少的都会受到刚才说的这些问题的一些影响 我觉得美国的导师和中国的学生都要有个清楚的认识 这另外一个所谓的学术环境问题 就是说是要你怎么能够适应美国的环境 那不能说美国的教育就是一片净土 它有它的问题 但是中美之间还是有差距的 我们经常提醒学生 就是说你来到美国学习之后 要学会保持 就是说和你在国内学习中养成的一些习惯 要保持一些距离 要带着一个开放的心态 去了解美国体制自由的特点 我觉得这个作者本身 其实倒没有说 在这个文章中 并没有说要改变一个体制 改变体制是很难的 但是他所强调的是 应该是要让留学生的注意美国体制 适应美国体制 就是您的观点就是 虽然这个中美之间的这种教育体制不一样 但是留学生你既然来到美国了 你就应该了解这个美国人的这种 他们智学的这种风格 他们智学的这种规矩 不要根据自己的这种想法 或者之前在国内的这种习惯 然后来继续在美国的学习 这样很容易引起这种不必要的麻烦 我们也知道有网友对这封信 是持一个不以为然的态度 他们认为 就这封信中讲到了 做学问的一个重要的标准 就是要求真务实 但是现在 他们认为出国留学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门生意 现在这留学生更像是客户 而不是像过去 比如说八九十年代的那些留学生 那么很多的留学生出国的目的 其实就是想镀一层金 拿一个文凭 并不是真心的要潜心的做学问 那么他们认为这封信 它的出发点是错误的 它错就错在用做学问的 这么样一个标准 来要求只想出国镀金的学生 那么您怎么看这种观点呢 首先我是不赞同这种观点的 因为我们说 学校的发展和学科的训练 它只能遵循学术的标准 这就是说 这个大学老师他的基本出发点 因为他的出发点就是 学校不是文凭复印机 老师也不是商人 尤其是这个学生所挑选的 这个哲学专业 这都是基础性研究性专业 那么他这种研究性大学 研究性专业 他必须要按照学术来进行 他不可能对某一个人 或对某一个国家的学生 这个网开一面 有单独的要求 另外一个说的 就是说 这就是涉及到 我们现在所说的 留学的产业化问题 这个留学产业化 主要是我们说 是以经济利益为驱动的一种留学全程服务 包括择校申请 入学考试 留学这个准备 这都是在这个产业化服务范围之内的 这个产业化服务范围 我们说有它的问题 那么问题就在于 它可能助长了一些学生的不切实际的 对美国留学的幻想 那么不切实际的选学校 选专业 那么导致他无法完成入学 真的入学之后 无法完成这个正规的学业 所以这个学生的问题就在于 他可能把对这个留学中介的一种期待 转化为了对真正入学之后 这个学校的期待 对这个可能你和留学中介签合同 可以是一种客户的心态 但是和老师做学问 和去修一个博士专业的 这个博士生的学位 那么这个是不能等同对待的 好的 那我们最后我们也要强调 这封信中所写的 只是这个作者的一面之词 这名学生和教授之间 是否真的存在误会 那么信中提到的一些学生的行为 是否真实 我们都无法确确得知 那么我曾尝试联系这篇文章的作者 但是一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 那么无论您是认可这封信中 所说的也好 还是质疑这封信也好 那么希望今天的讨论 能引发您对于留学这个话题的思考 好的 那我们感谢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 马昭教授参与我们的讨论 嘉宾以上发表的观点 请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